欢迎再次回到节目现场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有提到这个出租房屋和自住房屋在保险方面的不同之处 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谈看这个空险 这空险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请到的是华行保险的专员 主任来到你的节目现场 主任你好 我们刚才在节目之前 广告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过 自住屋还有出租屋的这个不同 不过呢对于空屋险 就是很多人买了很多房子 然后闲置在那边 这种空屋险你们也是保的对吗 其实正常的房屋保险是不保空屋的 那大家知道如果买了保险以后呢 保险公司都会至少去外面看一下 看看房子的状况 那如果他发现房子是空的 或者是在装修的期间呢 他是会马上把这个保单cancel掉的 除非是说你会 你是马上会搬进去住 所以空屋呢 正常保险是没有办法保的 那其实政府有提供啦 如果说我只需要一个 最基本的这个火险的话呢 我可以通过政府买一个空屋险 那其实一般空屋来讲 风险真的比较大 对 如果要有人break in进去的话 怎么办呢 如果说有一些homeless 看到这个是空屋子 就进去住了 那这谁负责 对 因为没有人在照看 这个房子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房子发生什么状况 你并不知道 而且没有人在看管 那可能房子受到的损害会更加大 那很多很常看到的就是 很多人刚买房子的时候 也是需要装修 那那个期间 如果你房子遭到偷盗啊 或者是甚至在装修的时候 其实是最容易说着火啊 或者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说家里面 在坐白蚁的时候 这三五天的时间里面 没有人看管 这个时候怎么办 其实三五天还好了 三五天的话 算是比较短时间 因为可能 但你所说的是长时间的 对 比如说是装修 大概一个两个月的时间 对 超过一两个月的时候 这种长时间的话 保险公司就没有办法保了 可能你只能去买一个 最基本的火险 像是偷盗方面的话呢 如果发生偷盗之前的三十天 里面没有人住的时候 保险公司其实也是可以 不理赔这个偷盗的方面的 这样子 对 所以一定是需要 有人住在里面 才可以去保这个房子的 那么空屋险的这个价格呢 我们刚才是有说 这个空屋险是没有办法 对 其实价格不能说是贵 因为它保的内容很少 可能你一般的房屋保险 有保偷盗 私人财物 责任险 都包括在里面 也包括水 就是water damage 但是你保空屋的话 可能就只保一个火 或者是像风灾这样子 那价钱应该不是很高 不会比房屋保险低很多 但当然它保的内容比较少 了解 那么刚才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房屋保险里面其实密密麻麻的 每一个项都有很多 而且分得很细 但是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都不太清楚 这个房屋保险里面到底 具体的内容都有哪些 我们可能先跟大家说一说呢 对 基本上房屋保险 首先要保你的房子 你的这个structure 如果是火灾或者风灾之后 遭到损害的话 首先要赔维修这个房子 那另外有保说前后花园的 一些其他的structure 没有跟房子连接在一起的 像是车库你的围墙 这些都可以保在里面 那像structure的部分 通常是10% 那里面的财务的话 如果是自住的房子也会保 那一般是你的房屋价值的50% 或者70% 因为通常碰到很多客人就说 我只保房子就好了 财务那些都帮我拿掉 其实是一般来讲是没有办法拿掉的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比例在里面 对 那另外它有保的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房屋真的被火烧了 发生什么意外 它会给一部分钱 你在旁边租房子住 就是一些额外的费用 对 那这个会包括在里面 那另外就是责任险 有人在里面受伤 那甚至是如果 今天我是买屋主自住的房屋保险 那我在外面不小心打到别人 或者是打球的时候弄伤了别人 其实这个时候责任险 也是可以出来赔偿的 那它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medical payment 就是说如果我自己家的家人 在事故中受伤的话 我一个人也可以拿到固定的这种赔偿 因为很多客人真的买保险 说我这项不要 那项不要 其实房屋保险呢 基本上的内容都是这些 对 只是说你保的房屋价值不一样 你的价钱会不同 里面的内容也就会不同 好 了解 那刚才你有说到这个 如果房子外面 但是是属于你家这个区域里面 但是你的房屋外面 如果要是别人发生任何的事情 在你家的门口 那你这个房屋保险 是不是也要管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如果是自住的话 它没有规定 一定要在家里的范围内 如果说责任险的部分 那就算我今天在篮球场 打到别人 其实也是可以赔的 就像私人财务一样 就是如果今天在车里面 丢东西的话 也是我自住的房屋保险来赔的 虽然这个发生的地点 不是在我家里面 那当然如果是出租房的话 它会要求责任险 一定要在家里的区域范围内发生 才可以作为理赔 对 了解 那么对于这种出租房屋的时候 把房子出租出去 如果房客破坏了房屋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保险公司是要怎么样理赔呢 其实就是首先 跟我们正常理赔一样 就是先支付支付额 然后保险公司先帮你修房子 那当然可能保险公司 或者是你自己也会另外去追溯这个房客 问他要这个赔偿 那其实很多时候像风灾啊 旁边的树压到我家的房子了 那可能树属于旁边家里的 但这个时候我们会先报自己的公司 先把房子修好 那到时候呢 保险公司再会追溯另一方的这个赔偿 这个时候就真的需要 像你们这样子贴心的这个保险经纪 来为他们所回答这样子的问题了 也非常谢谢祝我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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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